惊吓海域关系现在变得紧张了 因为中国的一艘快艇在上周三 他们是越界闯入了金门的海域要捕鱼 结果被我国的海巡发现 他们却蛇行拒解 最后翻覆酿成了两死的悲剧 好 那在事件发生之后 国台外对此声称 台湾方面粗暴驱离中国的渔船 以至于两名渔民遇难 简直是草菅人命 因此坚决支持巡查行动来保诈安全 那果不其然过没多久 中国又出手了 来看一下在这个金门蓝色公路游艇出日号 在周一2月19号下午 有载着23名的台湾游客 从金门水头出海 去在行星大二胆跟五通水道附近海域的时候 遭到福建海警局强制登船 领检时间大约30分钟 对此金门海巡队获报后 也随即派出了两艘舰艇护航 终于游艇是在下午6点多 平安返回了金门 由此可见 中国海警未来是极可能展开 惊吓海域常态巡查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些举动呢 好 这个研究海峡两岸关系的专家 田飞龙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他说台独分裂势力跟外部干预势力 只要每挑衅越界一步 那么中国对台立场跟行动意志 必然会奏成涉台管制的全新常态 这需要看到等于现在中国海警 就是认定了金门海域不存在 所谓的禁限水域 但事实上我们翻一下这个资料 1992年的时候 国防部就已经划定 这一些限制跟禁止海域 今天行动院长陈建仁 他受访的时候就表示 他说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国对金门之间海域呢 本来就应该有限制以及规范 这个是之前大家都已经有过共识的 另外国防部长邱国正他也说 因为我国本来就是属于一个 避站的状况 那如果国军介入的话 势必会升高这个风险 并不乐见 他一边问到说 是不是会担心擦枪走火呢 他坦言 如果不担忧的话 交换你们大家担忧了 好那这件事情 除了是执政党必须要谨慎处理 在野党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来看到的是国民党的立委 汪小林 他认为两岸和平共处是共同的期待 维持双方海空域各自管辖界线的这个默契 是稳固两岸久安关系的重要基础 只是如果两边政府不好好针对 越界捕捞的问题进行协商谈判的话 反而是采取这些政治性的动作跟话语 反倒是会让紧绷的两岸局势火上加油 让老百姓惶恐不安 中国海警局现在也加强了海上执法的力量 在金萨海域开展了所谓常态化执法的巡查习动 这无疑是让台海的紧张情势再升温了 接着看到的是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续成就表示 适逢政府交接的关键时刻 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 会造成民间情绪的升温 绝对不利于总统当选人赖兴得未来的两岸布局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